我是Enter,欢迎收看Enterbox 今天介绍两张华硕针对Intel第11代处理器推出的主机版 第一张是Z590,我就搭配i9-11900K 另一张B560,我则搭配i7-11700 第一张是TUF Gaming Z590 Plus Wi-Fi 售价6990,尺寸为ATX的规格 在用料上夸张的14加2项CPU供电 在这个价位真的是很有竞争力 主机版上的处理器供电为8加4PIN的接头 搭配i9-11900K 并且在BIOS中的Easy Mode就可以直接调整模式 目前调整为水冷超频模式 操作起来非常简单 跑分的分数也相当不错 TUF Gaming Z590 Plus Wi-Fi 总共有4条记忆体插槽 最大支援到128GB 记忆体超频更支援到5133MHz 搭配Corsair Vengeance RGB Pro SL 3600MHz 16GB 两条总共32GB 在BIOS中打开XMP Profile 跑分如下 在Cinebench R20当中 总分达到6217分 这个时候功耗大约是250W 而单核分数是646分 在Cinebench R23当中 总分来到16078分 单核为1663分 在CPU-Z当中 总分来到6942分 单核为714.8分 PC Mark X Express当中 总分达到5677分 接着看到主机版的规格 第一条PCI-116支援Gen4 第一条M.2也支援PCI-Gen4 这次搭配的SSD是Tingroup的Cardy Zero Z440 就可以发挥PCI-Gen4的平宽 读取速度可以达到5000MB 而ASUS这次很特别的就是在M.2的安装位置上面 又加上了免工具的固定装置 ASUS把它叫做Q-Latch 这个真的很方便 这样就完全不用M.2的螺丝了 如果装其他长度 像是22110 也只要把这个带有卡扣的支柱 换到对应的位置就可以了 而且不止第一条主要的M.2有这个设计哦 拆开下方长条形的散热片 可以看到底下还有两个M.2可以安装 ASUS在每一个M.2都有配备这样的功能 虽然它只是一个小小的卡扣 但真的非常方便 就先不说有时候在组装的时候 螺丝锁一锁 它就离开了螺丝旗子 然后要在主机版里面 去找一个小小的M.2螺丝真的很麻烦 而且有时候你过了一两年 忽然想到艾亚要安装了M.2 SSD 然后发现手上没有这个螺丝 其实就很不方便 所以有这个我真的觉得还不错 这边M.2第二条 如果安装的是SATA SSD 那SATA第二个就无法使用 两者是共享频宽 而M.2第三条 则是跟SATA第五和第六共享频宽 这次Z590和B560晶片组 本身比较厉害的就是 与CPU连接的频宽翻倍了 而且还支援了Thunderbolt 4 而TB4也就意味着支援USB4 但比较可惜的是 这张主机版并没有内建Thunderbolt 4 只有附上Thunderbolt的header 若需要使用到Thunderbolt 需要额外的扩充卡 或是升级到更高其他系列 不过考量到TUF Gaming 这么有竞争力的价格 我觉得这样其实也是蛮合理的 毕竟用得到Thunderbolt的人 可能也没有那么多 所以记得它的这个后IO 不是Thunderbolt哦 这个USB-C是USB3.2 Gen2-Bi2-20G 其实这也是这一代晶片组的特色之一 不过华硕并没有选择将它做在前置IO 而是把它移到后IO 让即便机壳没有前置的USB-C 或是前置的线材不够好 大家还是可以从后面的IO来使用到20G的USB 前置的USB Type-E则为USB3.2 Gen2-10G的规格 另外还有一组USB3.1 Gen1-5G的接头 再看回后IO 上方有两个USB2.0和PS2 往下有HDMI和DP 这次Rocket Lake S其中一个进步就是内显 内显的USD-750它的HDMI支援到4K 60fps 接着往下有两个USB-A为USB3.2 Gen2-10G 还有两个USB-A为USB3.2 Gen1-5G RJ45的网络为Intel的2.5G 而天线里面则是WiFi 6的规格 主机板上也有Debug灯 在主机板开不了机的时候也可以了解一下问题所在 在整体造型上 CPU供电的散热片相当大 整体也很有重量感 整个主机板重量为1,219公克 金属散热片表面的质感非常不错 做工也非常细致 完全就是延续华硕家的优势 后IO也采用了一体式的挡板 Z590晶片的地方 虽然外壳看起来是塑胶的 但里面还是有金属的散热片 总共6个SATA 两个在Z590晶片组的右侧 其他4个则是直立在主机板下方 让安装时也比较好插拔 接着看到第二张主机板是华硕 ROG STRIX B560F GAMING WIFI 售价5490尺寸为ATX的规格 在一众B560主机板当中 这张主机板算是顶规的定位了 因此许多规格都越级打怪的机会 CPU供电的散热片就相当大片 金属散热片整体上来说 我觉得有做到强悍的设计风格 细致的做工还有质感 都有整个ROG的品牌风范 整个主机板的重量也达到了1,132公克 左侧IO上的散热片主要是金属 下方配合一层塑胶遮罩 罩子上面还有一个会发亮的ROG灯 透过专门的排线连接到主机板上 蛮意外的是 这个专门的排线居然要用到13个角位 B560F采用了一体式的IO挡板 下方处理器采用8加2项的供电 输入部分则为一个单8PIN的电源输入 这在B560晶片组最大的特色就是 Intel终于下方了以前只有在Z系列主机板 才有的记忆体超频功能 华硕标志这张主机板 可以达到5000MHz以上的记忆体频率 对于记忆体超频玩家来说 无疑是一大喜讯 这次选择搭配的处理器是IG11700 跑分如下 在Cinebench R20当中总分来到5450分 这个时候功耗大概是150W 单核的分数是574分 在Cinebench R23当中总分达到13857分 单核则是1544分 在CPU-Z当中总分来到6096.9分 单核有656.6分 在PCMark X Express当中总分达到5385分 那么在PCIe的部分 第一条PCIe 116支援PCIe Gen4的规格 而第二条PCIe Gen3 第一个M.2也支援了PCIe Gen4 前面提到的Q-Latch在B560F上面也有 而且也是每个M.2 SSD都有这个 加分加分 而第二条M.2跟第二条PCIe 116是共享频宽的 所以当第二条PCIe 116跑PCIe 1004的时候 这个M.2第二条就只能跑SATA 而第二条M.2如果跑SATA的话 则会需要跟SATA的第一个择一 它们是共享频宽的 总共有6个SATA 整个是平铺开来的 完全没有重叠 一次排开还是蛮壮观的 B560晶片组的部分 则是一块金属帮助散热 整个重量因为是实心的 所以这个金属块还蛮不清的哦 但其实它高度也没有做得非常高 表面还有ROG点阵的质量 还有一些logo以及一些电竞元素 主机板上随处可见一些小图腾和小彩蛋 后IO上面HDMI 2.0DP 1.4各一个 往下有BIOS专属的USB 以及BIOS Flashback的按钮 一个USB-C规格为USB 3.2 Gen2 by 2 20G 也就是B560晶片组支援的这个 还有两个USB-A为USB 3.2 Gen2 10G 两个USB-A为USB 3.2 Gen1 5G 前置也有支援USB-C为一个USB 3.2 Gen2 10G的Type-E 还有一组USB 3.2 Gen1的接头 网络部分RJ45为Intel的2.5G 无线网络的天线则是支援了WiFi 6的规格 Debug的状态灯在记忆体插槽的上方 Socket的盖子上面也有Join the Republic的贴纸 Socket的周围也有类似稿纸的网格状线条 那这些元素都有延伸到背后 在做更多更大面积的展示 有关这两颗CPU更多的跑分 还有主机版的供电方案和各个晶片的细节 按于时间就没有主意在影片中阐述了 那之后我们会尽快写成文章 放到Enterbox的官网和部落格 大家有其他想法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要请您按赞订阅Enterbox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 请订阅Enterbox